杜洛坛之子 这片大地早已伤痕累累 如今再次面临冲突的考验 大地早已伤痕累累 英雄会反抗宿命 率领同胞欲血奋战 当凡人的军队盲目地迎向末日 燃烧的暗影将会吞噬万 你必须集结部落 带领人民实现你们的命运 来找我吧 那是什么噩梦吗 年轻的大酋长 那不是噩梦 而是幻象 跟我来 我会让你看看你的未来 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我就先跟上吧 你好 杜洛坛之子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就是出现在幻象里的那个人 你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我 年轻的大酋长 我知道的很多 包括关于你和你人民的事 如今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必须带领你的人民 立刻离开此地 离开 人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类 我在很久以前就抛开了人类的身份 我早就不一样了 我遇见了未来 看到熊熊燃烧的巨大暗影 即将吞噬世界 你也感受到了 不是吗 恶魔就要回来了 是的 唯有带领你的人民越过海洋 前往远方的卡琳多 你才有机会对抗他们 那我们该如何 年轻的大酋长 等时候到了 我自然会给你答案 现在就集结你的战事 准备离开此地吧 我们会再见面的 这一切都太荒谬了 希望相信它不会是个错误的决定 这一段时间没有地狱猴的消息了 希望不是 但如果他们真的抓走了地狱猴 我会让他们后悔的 快点进行吧 快点进行吧 很好 很好 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永远离开人类的领土 终于呀 跟我来 我有个点子 嘿嘿 我们可以用那些人类的船线来渡海 太好了 但是我们得等其他的部落成员 大酋长 部落节节完毕 我们等你的命令 出发吧 年轻的索尔 往西方启航 前往卡林多 你会在那里找到你的命运 也只有在那里 你的人民才能获得救赎 还好找到了这个海湾 如果在风暴中继续航行 我们的船恐怕撑不了多久 大酋长 有一半的船舰都失踪了 剩下的也损失惨重 那我们最好尽快安顿下来 看来得要在这岛上待一阵子吧 大酋长 这附近好像围绕着一股怪异的魔法 那就是怪异魔法的来源 有人在监视我们 真的是你 我在幻想中看见你们的到来 特别是你 先知 还是我年纪大了 被自己搞糊涂了 看来这个十人妖在岛上待太久了 这位长者 我们可是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我叫索尔 我是三金十人妖的首领 这座岛原本属于我们 但再也不是了 你和你的朋友一定要小心 那些人类前阵子才在这岛上建立前哨山 人类 他们派出猎权日夜追捕我们 这里全都是他们的人 要不了多久 他们也会找到你的 那么我宁愿先找到他们 绝对不能让那些巡逻兵向前哨战通报我们 鲁塔尔兄弟们 我们出发 朋友 祝你好运 我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但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外地人 我们又见面了 这些真是我需要的材料 我们的战士能自己疗伤了 让我来回报你吧 这些节节里有治疗魔法 你一定用得上的 提高警觉 这场战还没结束 那些长得像鱼的怪物 要把我们抓走了 陆地人 你那些碍事的魔法 没办法干预我们的计划了 这些鱼怪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鱼人本来很温和 但是他们最近会抓我们去当祭品 祭品 给谁的祭品 很久以前 他们开始祭拜某个女巫 他们说女巫住在深海里 如果不提供祭品给她 她就会摧毁这个岛 好吧 看来要让他们知道 寿人可不是被吓大的 我们出发吧 好的 要去哪里 我是大酋长 大酋长 森金被那些鱼怪抓走了 我本来要阻止他们 但他们数量太多了 他们说要把森金 献祭给他们的女巫 那我们动作要快 一定要救出森金 大酋长 那个巫师的周围 有一层防护盾 应该是这三只鱼怪 释放的 何悲的蠢货 你没办法阻止 注定要属于我们的东西 森金 别担心 你们很快就会重逢的 你可以等死后 再和那个女巫好好谈谈 大酋长 我想这里已经不欢迎我们了 幻下告诉我 你会带领我的人民 离开这座岛 年轻人 年轻人 你没时间了 快走 但是 你和你的人民要跟我们一起走 来不及了 我的生命已经到尽头了 选择跟我走的人 你们会面对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如果你愿意 非常欢迎加入我们 是啊 老兄 这里很快就会成为一片荒芜 我们会跟随你 陆地人 陈服于你的神 你可没办法轻松躲过死亡的浪潮 那声音是从哪边来的 不知道 但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这个洞穴要坍塌了 那声音是从哪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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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好 真一样 真一样 陆地人 你杀死了我的手下 还亵渎了我的圣索 准备被愤怒的浪潮 淹没吧 女巫 不会再有人陷进了 滚回你的深海去 很好 看来你选择和我作对 那现在就让你吸最后一口气 终于 我们抵达登陆地点了 大酋长 你不在的时候附近的火山爆发了 整座岛开始下沉了 要多久才能修复这些船舰 大酋长 船舰快修好了 那就赶快完成 敌人要来了 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些船 出海逃命吧 快走 陆地人 海巢会吞噬你们所有的人 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这女巫在说什么 但我确定命运要我们去其他地方 现在必须前往卡琳多 不过 我们的未来将在那里展开 不过去 不过去 不过去